《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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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吧 反正每一個修行者也有 但是真正能夠最後振到這一個 我目前覺得世界還是比較少的 我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他每一個人在修斷的過程 你可以學習他 比如他是怎麼對峙這個煩惱 那是個工具 你學習他只能學習一些工具 但是最高的那個 跨越性的那個一定要從經典看 一定是釋迦牟尼佛講出來的 甚至那些論柱 就是打破上面那些論 你都從那裡都沒有看經典透 所以所有的間諜其實 就像我自己是確實的企業 就是從經典裡面來臨 我也不知道是有什麼不敬 有時候也不想看一些 這些都可以作為一個 就像假行一樣的次第 那些書啊 博覽琼書是可以的 就看一些看路 不過西西蘭還有很多 他們講一些世俗地的文 比方說什麼人活著 怎麼樣才能過去幸福 你總到今天了 你的智慧難道沒有這些嗎 你幸福了嗎 我相信你那些東西 是個心靈雞湯裡的對你 真的是今天又喝了一包雞湯 是吧 喝了能不能消化 會不會對你真的有營養 也許吧 兩天半 有點指導意義 但是對你來說 你一直沒解決了 你心靈最高的那個糾結 因為我有時候 會跟有些人私底下 就說我不知道是不是不敬 所以我覺得這個講話 我覺得好像不是我想要聽的那個 然後他們說 你是從阿修羅道來的 所以從修羅道來的 你不是哪道也沒證 你就說我六道都有 抱歉 直接告訴你 這是說傲慢嗎 你這種傲慢就是為什麼 我說 那看對誰傲慢 你對哪個 你對有些人很傲慢 有些人很謙虛的 我覺得不是了 就是看你師父觸動了我修羅的那種感覺 是吧 我們真正的修習 它又真的是六道之心 我們在六道裡邊 其實是我們攜帶了 我們如果一定說這個 你有什麼習氣的話 那可能就是說 我們在這一世更多的 視線出來某點習氣 但是其實不是那樣的 我們不能定義自己是任何一道 有時候我們表現出來 那時候 這一刻它像不像是某一世 某一世 它在這一世跟你這一世有過緣 但也不能說 它就是那一世的 不是那樣的 投胎過來的 可能就是說 如果我們倆 我們倆相遇了 舉個例子 我們倆相遇了 可能是 比如說兩個人很生氣 還經常糾結 那可能我們就要查查 哦 某一世某一世 我們倆有過 那一世是 因為什麼經常 所以沒了 所以這一次碰上 但也不代表是上一世 所以某一世 而且你的修正 你現在是談修正嘛 你的修行不是 你的修行的根器 不是以你思泄出生 是你生生世世那個最高點 你修正的那個 生生世世你是這樣 有很多波浪 那個最高呢 是代表你的最高正量 那這一世可能發生在九月前 不一定是近幾十 可能後來你就一直沒回過去 沒有回到上一世 是因為 沒有回到那個最高正量 是可能因為 這個人世界沒有佛法啦 或者你沒碰到老師 或者沒有姻緣 就很多元也就沒回去了 修羅也不怕 天人也不怕 反正我們六道都有 西七都有 不在那兒 他遇到誰了 遇到不同的人 我們是些不同的想 真的是 有的人你面對他真的很能誇容 你覺得說啥我也能容忍 有的人一句話不多就生氣了 逆緣嘛 逆緣來臨了嘛 我看著他很煩的 他在說我 怎麼那麼生氣啊 還有計較不計較 還有你無心的還是有意的 就一個BB小孩子三五歲 坐那兒是數了你都罵你都 他覺得蠻好的這麼小 怎麼能說到這種話 你蠻開心的 又是一個成人在那兒說你 這故意的 這傢伙想怎麼樣 馬上就不行了 你怎麼認不認而已 有的人大了 心跟小BB似的 你以為他長大了 他就沒長 他是人長大了 情感上很幼稚 其實你一直在這個情感這一塊 沒有沒有看清楚 你有點茫然無錯 就是親親友情 而且這一塊你 你不是你的見底子 是你不會處理 你遇到這一塊就茫然了 記憶裡邊沒太多的 處理這些的經驗 提起不錯 我也在想 就好像除了就直 是啥就說出來 要麼就生氣了 你沒太多的善巧方便 你知道那需要善巧方便的 如果在人道處理一些情感上的事 要需要很多善巧方便 需要很 你不是說低了你高了他 不是那樣的 那真的是智慧 就是很多方便善巧的東西 去把他搞定 其實有時候稍稍動起來的心思 就搞定了 那真 我經常在想 我做人做得那麼幼稚 是不是這個人道裡面 美景也不多 所以下面上來 倒也不是 下面下來的可慰做了 有些小貓小狗 你看那些可慰套主的又關心了 蟑螂蚊子之類的 蟑螂蚊子 那也沒有問題 看你老公是不是蟑螂變得 他說蟑螂還挺和諧的 他碰到啥了 不定是蟑螂藥 就是不會 一直有時候不願意 有的還有就是不願意去處理 其實有個良好的心態 就很快就搞定 就自己還保持不住那個心態 自己也有時候煩 睡不好覺 或者什麼 你再去用心事做 就覺得沒意思 甚至你會覺得去我花心事 去獲得的這些愛啊這些情啊 或者讓他去關心我 我真的覺得很沒意思了 是不是他要是對我好 他應該主動一些嘛 何必我去 好像好好地讓他對我好 是不是去做 但這個世界真的是緣起 如果你無我的時候 你真的你什麼都可以做的 那又怕什麼 他沒有住原居住 他怎麼能視線那個狀態呢 是吧 你沒有這些茶這些什麼 你具足的放在他面前 他怎麼能視線開心的狀態呢 可是舉個例子 他又渴又餓的人 你沒有東西放在他面前 你要他開心 能開心起來 他又渴又餓 你放杯茶 放個麵包 他肯定馬上很開心 心情就爽了 他心情爽了 他才能愛你 還能不開悟呢 你知道你說 他就是佛那一刻就叫開悟嗎 最重要的是 你都著了著嘻嘻的像了 他就不可能叫佛了 在你心目中佛 應該是怎麼樣的 你佛像 眾生像 你始終沒破 所以這個 所以為什麼我講了法話 就馬上講了清靠清 就是因為你不破像的時候 哪個都不是 你也不可能是 哪個都愛住不了 那你佛杜瓦就從眾生像掛著一堆 那你眾生像 最多給被子吧 你眾生像嗎 那你不類似了 有一次看那個米特日巴茜的傳 他是去殺了很多人 然後去找到他 對對非法 然後他呢 就讓他反复的去見一個橋 然後把它拆了又見 然後去拆 然後每天呢 就讓他喝酒 喝酒 然後乾完就喝酒 然後他就明明拿稅 也不去交叉任何的东西 我就在想 有些人 可能他会觉得 哇 你是不是这么拓戒 这师父能跟不能跟 我们如何去判断 有些东西 这世界上很多东西 有时候可能他真的一棒打下来 我就在想 也许他这一棒是棒喝的 打还是不能 或者怎么样 有时候会争取这些 对 那马尔巴知道吗 那是有尽量的上师对弟子 对有的 有大根器的弟子 一定是那样的 没有大根器 如果这个师父有尽量 弟子的根器不到 那他肯定跑掉了 那也太苦了嘛 如果一个有尽量的上师 还都不去面对 一个不会跑的弟子 就是说咋打他也不跑的 他的那种相应已经达成了 就是说他相应 他始终接信师父是为他 而且始终接信师父 始终接信 他就在那师父这能成道 而且始终接信 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考验他 他要及格 他要去 他要越过种种状态 而不是师父在折磨他 那种信任可能生生世世的 那叫薇萨 薇萨那叫星子嘛 在密宗里边 你看马尔巴称 密宗里边是我的星子 那种很星星相应的弟子 其他的弟子他也没那样 但是密宗里边因为前面学了很多黑法 学黑法以后他杀业比较重 而且他的那种称恨心 报复的心特重 所以师父才会拿那种苦行啊 那就叫苦行嘛 就是当牛坐马 就是他驮那个石头 不是往山上驮 他在山上盖房子嘛 那等于当驴啊 当牛坐马 环啊 就是等于是他在这一世 虽然他没有解脱 他已经就当牛了 去驮着那些石头 往山上驮啊 奔呀奔呀 就是然后呢 一直把那些叶力消完了 他才能成道 所以他那种恨啊 他那种东西 慈悲性出不来 就慈悲性的平等性出不来 他又恨的 恨得太厉害太强烈了 因为从小 他经历的那个事情 就是他的叔叔 叔叔神啊 把他家产拿走啊 你忘了那个 然后很多爱 然后呢 他就认为身边的有些人 真的是很邪恶的 那种忍急太深了 而且他又杀 就是把他们杀死那种杀气 但这些需要苦行破的 所以他师父拿苦行来给他破 所以拆了 建起拆 一直让他破坏 你看你看他那个传记里面 到最后有一个明的日巴 最后他那个师母实在可怜 他不行了嘛 就给了他些供养 让他去跟师父学法 学法然后呢 就是明的日巴自己也受不了了 最后受不了差点自杀了 所以我不行了 师父还是不教我法 自杀算了 是不是我这个罪业深重 自己实在不行 就是就想拿到自杀 然后这个时候师父就收 就把他叫进来了 叫进来就说 算了你也别死了 那我现在就是就教你吧 但是你的业力没消完 那么你需要在血栓里面 受很多苦 还要受苦 只是我不让你受苦了 你自己会去受 否则你学不成 然后师父给他 他背上不是那么背那些时候 磨起那些戒指 就像我们就 背上就那个姐老姐 他数几个嘛 他要数说磨起六个 七个才能消完 是差一个嘛 说你应该再磨一个出来 他都等不上了嘛 他觉得修法等不上 所以他可能 可能那一个戒指没磨好 他可能在山里边 会有很多业力 比如说你会在雪山里边 你修到一定程度 断粮啊 断水啊 或者是会有性命之忧啊 会有外道的 那可能你在师父在消完了 你自己修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障碍 但是你自己遇到的时候更苦 但那就是 反正缘分吧 到那个时候了 他的人的承受 也承受不住了 他也承受不住 那就没办法 那就消 那都说破了 有些苦心 有些东西是师父 没办法给弟子说破的 因为一说破 他那些就是另一种想法了 他就不说 弟子去揣动 然后这种揣动里呢 最后放下安心 那这种揣动跟安心的状态 整个的过程就是修正了 其实他要提前告诉他 我就是考验你的 看你能不能及格完了 他说 嗯 师父考验我一定要 他那种心态就不是那样了 那他说 哎呀 七上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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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安住了 那个时候对师父的信念 一次一次坚定 因为他不跑的 每一次他安住 都是对师父信心的 一个一次结底 一次结底 一次结底 最后认为师父就是佛的时候 刷就过去了 他的功德 他 就是说这个 这个马尔巴上师的 所有他的正料功德 直接就给过去 因为他就是他 达到那种程度了 让他想起来 他说你在人世间也可以这样吗 比方说谁过来骂我一句 我想你是我的菩萨 直接在理解 就是磨我的心性 或者是让我修忍辱 或者是各种 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想 也可以说你在帮我消夜 但是你真还很难把它当成一个菩萨 因为在你心目中 菩萨一定是 一定慈悲的 慈悲善悟的 一般不会因为这些 迫事骂你的 还有那菩萨呢 可能就算对你 世间愤怒像 那种加持力 也会比这好一点 那可能你 你如果生不起这种 对菩萨的了知的话 那你就觉得 就是帮你消夜的 反正我生生世世 就是有业力 他就是帮我消夜 因为你是修行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